我真是服了 今天我收到一个邀请函非常有意思 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一个盒子 我头一次见这样的一个邀请函 而且是个线上活动的邀请函 是什么活动呢 就是在6月29号 这一天有一个线上活动 是2022北京越野的BG60加玩大会 非常有意思 是一个线上发布会 今天他给我寄来了这个邀请函 那么一个线上发布会 寄这么大个盒子邀请函是什么呢 我们打开可以看一下 是非常别致 大家看到 是怎么说呢 我们看里面是什么 是五个小盒 四个小盒 我们打开看一下 是巧克力 这个非常有意思 一个活动邀请函是巧克力 大家看上面还有 是驾驶体征 智能探测 大家看 其实这上面写的全部是这个车的特点 那么说到这个车 我简单说两句 就是即将在这个活动上亮相的这个车 就是北京越野今年的重磅产品 BG60 应该说从之前网上曝光的一些爆料 有几个点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一个是这个车是一个全尺寸的SUV 而且是全尺寸的硬派SUV 车长超过了5米 轴距更是达到2米8以上 所以这个车的尺寸 应该是跟我们在售的目前市面上能看到的 比如说普拉多 这些车是基本是一样的 而造型上呢 我觉得是跟北京越野 现在的基本上加速特征很明显 比如说五矿的这个进气格山 而且是有氛围灯的 这些典型的一个加速化特征 同时呢 最重要的是 这车不仅仅是有这个硕大体型 还有就是很强的动力 它匹配的是2.0T发动机 还有就是8AT 是采埃福的8AT变速箱 四驱系统 还是采用北京越野看家的这个分14区 电控分14区 非常硬派 所以它是真正能去越野的这么一款 但是重点来了 这台车不仅仅能越野 它在豪华性配置 还有舒适性配置 也是拉高了很多 现在在市面上 看到那些车的顶配车才有的配置 这台车上都会有 比如说电控踏板 比如说360度的环视系统 甚至是透明底盘 这些我们能看想到的东西 它都可以装备上了 所以这车在豪华配置上 值得期待 好了 那说这么多呢 那我们最后就共同期待 2022北京越野 BJ60的家玩大会 我们共同期待 一起玩乐起来 突然说打电影 这里会来 中又 Pegasijd 在温 Lage 活�도 进心 身